日本潮核问题谈判代表说 北韩计划实施的导弹发射将会毫无疑问地违反联合国安利回的决议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日本潮核问题谈判代表参申进府表示 参申进府这番讲话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较早前的表态是类似 判计文呼吁北韩重新考虑发射计划 他同时更敦促北韩暂停涉及弹道导弹的所有活动 国际海事组织星期一表示 北韩已经向该组织通报了在12月10日和12月22日期间发射卫星计划 这个将在金正恩掌权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北韩第二次试射计划 美国认为北韩试射计划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测试距离弹道导弹技术 而这类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